而我们要继续带您来关心的就是问题牛肉了 树森公司这一回它的肉不只卖到了平价牛排店 没有想到北市卫生局还查到 包括了像是原山 华泰等五星级饭店都有卖 民众听到就痛批说饭店的高档牛排 其实真的比外面贵了两成 却还是卖组合肉 那么牛排业者也透露了 用组合肉替代一番肉 光成本就可以少一半 那么饭店牛排如果说卖1000块的话 算一算它的利润高达18倍 夜市牛排大快又便宜 但北市卫生局追树森问题牛肉 不只牛香夜市还查到五星饭店 原山华泰也使用 平常会去饭店消费 我们都是会啊 所以我们对它都很放心啊 但是它现在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大家都会不放心的 明度的关系 所以一定比一般人高 蛮可恶的 怎么说 因为本来就不应该欺骗消费者 消费者痛批高级饭店 卖的牛排比外面贵了两倍 却还像数三进了平价牛排 难道是想从州赚取高额利润 北里一公斤大概要到七八百块以上 那如果是从煮牛肉的话 我所了解 我从一般市场的售价换算回去 我想一公斤大概在250到300块左右 差多少 大概上可能差个两倍以上 为了省成本牛排业者私下透露 以一片200公克安格斯纽约克为例 组合肉的成本70到100元 如果是完整的肉块 就要300块价格翻涨两倍 算一算夜市的牛排一克卖150元 组合肉成本100元 赚50元 但饭店牛排价格1000元 扣掉成本 净赚900元 差了18倍 他们就是在赚暴利嘛 然后想要压低成本 对于用到树森的问题牛肉 华台饭店表示 进货的牛肉不是用在常态性的菜色 而圆山也在官网承认 用了树森的五股牛小排 我们所进口的五股牛小排 目前已经在10月25号的时候 就是全部下架 尽管饭店都预防性下架 但毕竟五星饭店总强调 使用高档的食材 这回用了树森问题 牛形象已经大受影响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